我可以负责任地向大家证实 今年7月和10月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 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 在此期间 中国航天员正在空间站内执行任务 出于安全考虑 中国空间站采取了紧急避碰措施 中国政府于12月3日通过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 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了上述危险情况和中方采取的措施 并请秘书长周知各地约国 美国口口声声宣称 所谓负责任外空行为概念 自己却无视外空国际条约义务 对航天员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探索与和平利用外空 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中方始终本着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精神 和平利用外空 美方应该尊重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外空国际体系 立即采取措施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维护载轨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和空间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